很多人都有高血脂 那到底什么是高血脂呢 高血脂现在的诊断标准 一般还是通过临床的血液检查来诊断 比如说你的血脂超过一定水平 总胆固醇特别高 包括钙油三脂 这是两项重要的指标 通过抽血检查 因为血脂高了之后 它带来什么问题呢 动漫硬化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人的血管就像一条河流似的 那么你大量的血脂在里头 相当于这些都是什么呢 水中这个溶脂过量了 它就要吸出 它吸出之后呢 它会沉积在动脉壁上 动脉壁上就会形成斑块 一个是血循环就不是那么通畅了 再一个呢 它这个脂肪的堆积 也会造成血小板的聚集 形成血酸 对吧 那么血液性就不好了 血酸我们知道大家最常见的问题 现在什么问题啊 中风 中风发布率非常高的 你像我在诊所见到的这个 很多人中风之后失去炎功能 失去这个肢体功能 它就其实生活的负担非常重了 包括家人的负担都非常重 还有一些心脏病 冠心病的经常发作 再一个如果阻塞了血管呢 还会形成血酸呢 动脉血酸 包括静脉血酸 所以说呢 就是说血脂高呢 相当于我们血中的杂质特别多了 血脂一定的血中这个脂肪是需要的 它和这个蛋白结合 它要运送很多这个物质 包括抗体啊 但是你过多就问题大了 所以呢 古人讲一平为七 一定达到一个正常范围 不高也不低 这是最合适的 就非常重要了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总部诊断 除了血液检查诊断之外呢 如果就是说有些人没做过检查 或者最近没有体检了 有些人你可以观察 观察你的这个眼睛的球结膜 球结膜之后呢 如果有一点点黄的 这个斑斑的东西 一点点好像附着在球结膜上 这个时候也要注意 可能是血脂高的表现 血脂高的表现 因为这个血脂呢 它这个眼睛周围 这个循环特别丰富 它很多血管的一些病变 血管的一些内在的变化 可能反映在这个眼睫膜上 这是一方面 当然呢 比如说长期这个 你体型肥胖的人 比如腹型肥胖 也会血脂高 前不久我还治疗一个 这个电信工程师 是一个这个西人的 他就是 我说你这个 因为他主要是肥胖 但是他早晚看的是关节炎 膝关节疼痛 他是这个电信工程师 经常是要蹲着去工作 在这个野外 他要检查这个线路 通不通畅 包括很多电话线和网络线 结果就吸管疼 但是我看到他 我说你这个 一个腹型肥胖特别明显 我建议你去查他血脂 查他血脂 后来一查 高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是提前要预防 因为血脂高血脂呢 它在你增高的一定范围之间呢 他没有任何症状 他没有任何症状 他也不会出现说心脚痛啊 或者是脑中风啊 但是呢 他的后果是慢慢造成的 他会清洗你的血管 清洗你的肝脏 比如说脂肪肝 我们知道啊 脂肪肝 很多人出现这个轻度 重度的脂肪肝 如果发展成重度呢 就会导致肝硬化了 但是如果你提前发现呢 比如说它轻度和中度的脂肪肝 这些都完全可以纠正 包括高脂血症 通过我们自然的这个治疗方法 就完全可以纠正 完全可以纠正 所以提早发现是很关键 刚才讲的 刘医生讲的这个 早上洗脸的时候 看一看眼睫毛 或者是肚子如果有一点点的凸啊 或者是稍微凸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检查一下 会比较好哦 那其实说到高脂脂 有专家说 高脂脂其实是吃出来的 我之前采访过胡乃文医生 他说到说 想要解决高脂脂 就要吃八分饱 可是现代人 好像都会吃得蛮饱的 不然会觉得 好像没有吃饱的感觉 你有什么样建议呢 刘医生 我觉得胡乃文医生 提这个观点非常好 因为实际上这是几乎古代 很多养生家的一个主张了 吃八分饱 因为这个黄金帝经有句话叫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 而且提到这个 像这个东汉张忠敬也提到这个 比如说很多尊荣人 就是说他当时社会地位比较高 生活条件特别富裕 就是说吃的大鱼大肉比较多 那么这些人最容易带着什么问题呢 很多发生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要想到 当你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热量吸收到人体内 它如果你不去消耗的话 它就会出生在体内 我们有一个就是营养的公式 就三大营养物质 包括比如说糖类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这是三大营养物质 这三大营养物质呢 脂肪本身就是脂肪 你设不到人体内 脂肪就是脂肪 但是呢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都可以变成脂肪 都可以变成脂肪 可不可怕 对吧 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吃的过不怕 这些东西消耗不了 它没处可去 怎么办 最后出生在体内 很过多的糖分 都会变成脂肪 这就我问了很多 这个患者朋友们 好多在诊所 他说我也吃肉不多呀 结果一问 就爱吃甜食 就爱吃甜食 就爱吃那些甜甜的巧克力 或者有些喝咖啡 放糖特别多 放糖特别多 都是那个方糖 那个白砂糖 包括这个红砂糖 都是非常甜的 这些叫单糖 这个单糖呢 其实对人体的 这个影响特别大 它可以增高血糖 可以增高血脂 还会变胖 还会变胖 对吧 再一个肉类 肉类有的说 我吃的是瘦肉啊 我吃的 我专门买瘦肉啊 就瘦猪肉 瘦猪肉 我知道你看 蛋白质 只要多余的话 都会转化成脂肪 你认为是瘦猪肉 好像不增加血脂 那不是的 一样 只要蛋白质多了 都可以增加脂肪的 这个含量 再一个 动物蛋白 这个我以前也是 因为也是大样本研究的 也不是我自己在这里说 这个动物蛋白 和现代文明病 很多相关 特别是癌症 你大量受动物蛋白 它和很多癌症 包括消化系统的癌症 包括其他系统的癌症 都是有高度相关性的 这也是实际上 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营养调查报告 你看 80年代 90年代 这个跨度10年 就差别特别大 你想想 如果说我们在 假如说10年前 咱们说 这个很多同胞 他就不是那么吃 那么多洋快餐 吃这个高热量的食物 他继续坚持 这个健康的饮食方式 你想想 如果10年之后 他会有那么多 心脑胸股疾病吗 有那么多癌症吗 不会的 所以说我们提到 这个八分饱了 就是说你的每一口 每一时 每一刻 都可能为你的未来的结果 作为一个原因 如果你现在做得好 做得好 大家平时做得特别好 那你10年之后 你是健康的一个身体 如果你做不好 10年之后 你是什么呢 闻灵病 心脑血管疾病 你的癌症甚至 那你的生活质量 就不行了 对不对 我经常给我患者 开一句玩笑 我说你现在的健康生活方式 是为未来投资 而且这个投资是好处多多 机油 它比你 机油股 绝对是机油股 对 很多人说 对对 你说得很对 我要注意了 再一个呢 你像很多这个消化系统疾病 我临床看到很多这种脏气 经常吃的东西就脏 吃的东西就泛酸水 吃的东西就爱气 实际上都是过时了 你吃八分饱 一个胃肠负担没那么重 再一个呢 你消化系统不容易出现问题 其实还有第三个好处 这个中医认为啊 你这个饮食过剩的话 不光是伤脾胃 实际上还有伤什么问题呢 会伤你的心和大脑 因为它有个这个 比如说你吃太多 很多血液进入这个消化系统 就是说大脑心脏都缺血 所以经常人吃了太多之后 脑袋昏昏的 为什么脑袋昏昏 脑袋缺血嘛 但是你要吃八分饱呢 你觉得这个稍微一点点空空的 但是你很清醒 身体很清 头脑很清醒 对吧 你的工作效率还高 这是即时效应 还不说的长期效应 如果你长期坚持的话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这个回报是无限的 可以说是健康回报 而且我觉得吃的量 是可以练习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 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可是当你越吃越少 越吃越少 就八分满的时候 其实是让你的身体 会真的是增加能量 而且是会精神比较好的 对 我再提示大家 八分满的这个感觉 就是你八分满 吃的好东西 摆了一桌子 吃的还想吃 就是有点还想吃 但是觉得有点感觉了 就可以了 有点稍微饥饿感 留一点饥饿感 是八分饱了 好 这个非常重要的 好吧 从今天开始 就要来练习八分饱 说不定会给苗条 又精神好 工作效率也会好 好 那说到这个食物的部分 除了吃八分饱之外 您可不可以推荐一些 可以降血脂 可以让我们通血管 的一些食物 降血管 我觉得给大家建议 几个大的食物吧 好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长期 这个食物老玉米 这个大家生活中 现在都有特别超市 我觉得现在特别好 它是整体玉米摘下来的 是不是 这老玉米的煮着吃 煮着吃 煮食是最好的 啃 啃的话呢 但是一定有个小的贴士这里 一定啃的时候 啃彻底一点 是 不光是把这个 大的玉米粒啃掉 那个培芽啊 因为它培芽它是连接到这个玉米棒子上的 说这培芽你要得啃掉 不要说啃的就不干净 好像还剩了很多培芽在上 恰恰这个培芽是它营养特别丰富的地方 而且这个营养含有很多什么呢 不饱和脂肪酸或者很多维生素 微量元素 这是精华的 一定要把这个培芽吃掉 再一个呢 这个玉米纤维素特别高 我们知道现在白领的 你看很多统计数字发现 就是说白领坐在办公室 长期坐着带来什么问题呢 消化到疾病 特别是结肠癌和直肠癌 特别高发 但是你长期吃玉米 你这个结肠癌的发病率可以下降 它不容易出现便秘嘛 不容易出现便秘 胃肠要通 胃肠要通 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 那么长期吃呢 就是酱血脂 因为本身玉米呢 它也含有一些玉米油 它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很好地把这个血脂 把这个血管中血脂清掉 第二个呢 就是燕麦了 燕麦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酱血脂可以首选 特别是早餐的时候 牛奶煮燕麦 就配合非常 它要含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亚麻酸呢 这些维生素E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血脂 帮助这个血管清理这些垃圾 过多的这个脂肪 那么还有热量低 这个热量低 这个热量低特别适合 比如说血脂又高 同时呢肥胖 复兴肥胖 特别适合这些朋友们 你可以早餐经常吃 甚至用燕麦代替你的三餐的碳水 对不对 很多人餐餐 经常吃白米外面 有些爱吃米粉 你用这个燕麦代替 这个还有说不光是血脂好 血糖也好 血糖呢 你用燕麦代替其他这个碳水化物之后 你血糖也会很快降低 特别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前期这个现象 你从6摩尔每升到这个11摩尔以下的这些 这个阶段 通过这个饮食调整 适当运动 完全可以控制到正常 完全可以控制到正常 下一个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牛奶 牛奶也可以降血脂 可以降血脂 可以降血脂 对 牛奶呢 就是说大家日常饮 经常喝 它这个牛奶 当然就说里头有脂肪会不会增加血脂呢 但牛奶本身它还有一种物质 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在人体 再一个呢 它的钙质高 补钙 补钙呢 也会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它相辅相成 那么这个牛奶呢 就是说大家一般早晨的时候 热一杯暖暖的 温温的喝 当然呢 如果牛奶不耐受 当然你就要不要喝了 换成其他的 很多人对这个 比如说它乳糖不耐受 有些你喝了牛奶 它会拉肚子 那就不要吃了 那么第四个呢 推荐洋葱 这个洋葱是厨房的常用的 草洋葱啊 甚至做洋葱沙拉也都可以 洋葱呢 现在发现保护血管 降低胆固醇特别好 而且抗氧化 抗氧化我们知道 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包括癌症 都和这个自由基有关系 都和身体的过度氧化有关系 那么洋葱呢 这方面都可以做到 降血脂 所以说呢 这个四个食物常见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了 当然大家可以咨询参考一下 平常把这个饮食 尽量地调整到健康的模式 是 决定要来换成燕麦当早餐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